厦门139元海鲜支柱 明虾黑虎虾 皮皮虾 螺蛳虾 烤榴莲了 随便吃 大家我是老吴今天来吃个豪价的老店 听说是上架了139一味啊 看能吃到什么 明虾黑虎虾 螺蛳虾 皮皮虾 皮皮虾的个头不大 螃蟹只有一种石头蟹 很小了 比较常规的费类啊 鲍鱼 凉拌菜不错 虾 毛肚 百叶 烧烤的话 跟以前一样啊 烤生蚝 炖汤啊 怎么还有稀饭 应该是 软胃用的 活料墙 有这个我就放心了 好多 烤榴莲 蒜菜 黄鲁鱼 牛蛙 饮料比较普通啊 但也都是油牌子的 水果 牛肉啊 老板说他冲冲的还没毕业啊 我是相信的啊 这个字还没改 坏消息是蒸锅没了 好消息是不要锅底 ok 准备开吃了 139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过得去的啊 毕竟它的虾有四种 然后它这个榴莲也有 鲜牛肉也有 但是我要声明一下 我不建议这个季节来厦门吃海鲜之助 现在基本上每家海鲜之助的螃蟹都比较小 还有就是他们已经 不卷了 不卷的话 就是每家店的那个 菜品啊 品质都下降了很多 跟上一年比起啊 真的差非常多 像我们陈上时间都跑到内陆去吃海鲜之助了 呵呵 内陆在卷现在 对 内陆卷很厉害 品质比虾门好啊 感觉虾门的海鲜之助已经快不行了 你看虾门多久没见过南花蟹了 嗯 烤肉脸 还不错 现在这个就比较水 太湿了 还有点深 老一锅虾吧 哇 都有 稍微有点危险 这个海鲜之助还得瓶子吃 像今天是周一中午 等会来四桌 阿姨说昨天星期天都在排队爆满 好酱的生蚝还是很大 吃惯了蒸锅 我现在吃煮锅不习惯了啊行吗 就想吃蒸锅了想吃螃蟹的啊 可以不用考虑你这家了 脱销不销多吃点销 螃蟹是不是好小好小 啊完了完了 那那时候他们卷了肉只要被吃飘了 现在有点吃不惯了 年轻人过来了 把它弄过来了 新鲜现播了留言 嗯基本上每家里都下架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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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是吧 这是拇指线 大拇指线 下是没问题的 还有高了 这么小的给分子这样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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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牌是马老师蛮鲜的 皮比较个头也是一般 哎是不是他要进海了 五月五月份进海了 现在有个司机二十多楼 他降价了一三九也是能吸引到一批客户 吃点凉拌菜 吃这个凉拌菜就好了 趕着煮 一样的他这个也是新鲜的 下点牛肉试一下 这玩吊龙哦 嗯 牛奶不错就是没有一些什么好部位 比如说雪花 啊 电子肉的 现在这个一三九下隔 啊 上次过得去吧 就吃吃虾 吃吃榴莲啊 七八八的 还有活的那个牛蛙 还有黄骨鱼 我觉得厦门的海鲜之座 应该不会回到 上一年的 颠峰时刻了 大概 就是这个样子 性价比也还是有的 OK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